农村作产林靠农化的问题严重重极台湾农业发展 为着要协助青年农民可以向上观望合适 增进农业技术 合并订农会日前邀寄定来青年农民生日中华青龙典议会合并分会 协助青年开篇农散消息市场 在老一般的感情,作产是无前途无未来 让农村作产林靠农化的问题严重影响到台湾农业发展 在农会体系推动之下 有越来越多青年农民回到故乡到立农业生产 现在因为大家都作产的人越来越少 其实作产以后是一个很前景的一个行业 那因为现在从农的人口的老化 其实需要我们这些年轻人回来到三天 回来到这家传承这份 别人要做的工作没关系 我们都靠去做因为我们有体力 我们只欠的是经验 今天很感谢我们合并农会 有跟我们办这个青龙的在地联谊会 也感谢我们农会要给我们辅导 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有一个机会 大家可以做会一个经验的交流 让我们四大人他们的经验也听到传承 农会还给我们提供一个导三天 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从事的机会 为了要协助这些青年农民 可以透过核心观摩 精进都要纪念 合并在农会是由一顶来青年农民 造成中华观青年农民合并分会 透过联议会立両 协助青龙开拓消息市场 我们青年农民会有做一些技术的交流 练义 翻转台湾的农业 最近有生起一股青年农民 环香乌农 种植农业 这是他人生的新的选择 我们农会来生日青龙 合并分会台会 我们欢迎青年农民来参加 我们农会中的任务 就叫做百刀山 在青年农民生产的农业生产品 有一个小楼 我们农会来生日的企业合作 到青年农民生产出的农业生产品 有一个行销管道 青年农会中不只是靠河 是台湾农业未来希望 在这些青年朋友到来农业持住了 为农业自己一个多水 不只是多化台湾的农业 也为台湾农业担来希望 新中华新闻被命令合并彩虹报道